而前来参加体验的游客在部落生态解说员的细心说明和体验之后 让来自都市的游客都可以体验当地的文化之美和丰富的生态 两天的活动可以说是让游客收获满满 由修灵社会办协会进行规划的指数打理为旅行体验游活动 在七楼细心的解说之下 让大家了解除了种植山树之外 严路山也说明每一棵树种并且述说他们的故事 同时也设计了三种陷阱让大家了解 泰鲁哥主在高山如何狩猎 由于解说相当精彩 一旦先画链线数位机会中心专案建立 陈恩明则是相当感动 我们秀灵数位机会中心要请我来参加这个指数打理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由我们的村长 还有他们的理事介绍我们上山前的一些仪式啊 要尊重这个山林啊 然后还有他刚刚也示范蛮多那种怎么去做陷阱 然后去捕捉山里面猎物的一些 以前早期泰鲁阁主人的一些智慧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这样 那今天活动还蛮好玩的这样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走路山林 在这个那个后疫情时代啊 不要把自己都关在家里 可以来大自然湖海多走一走 前来体验的游客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从中了解所有文化的知识 很好玩啊 为什么你可以认识什么吗 认识什么认识陷阱 我觉得陷阱很有趣 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陷阱 这种传统的陷阱 尤其是原住民他们自己的智慧 我觉得很有趣 社区营造以及村落文化补助计划审查委员翁吉峰 也整整一个下午来细心的请听部落祈祷的说明 让他可以说是消益朗多 在这种花莲北区啊 德鲁古的部落里面能够看到这么完整的山苏园区 还在沿路都设了陷阱 这个部落的村长还有长者 可以自主去解说这个地方的这个陷阱的这种使用方式 对于这些外来的游客而言都是非常新奇的 而且可以了解山上猎人的知识 其实并不是只有用猎枪狩猎而已 他很多这个祖先的智慧传承在山林里面 透过这种深度旅游 让我们更能够了解更多新的这个就是当代的应用的可能性 随后协会安排在火龙中心之内 让大家体验泰鲁古族的编织之美 来一起制作精美的手工艺品 精彩丰富的内容 让大家了解当地的文化艺术之外 同时也了解泰鲁古族丰富的文化意涵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